过了这条河 你们就安全了 我就送到这了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这条村已经变成废墟了 你留下也没有用的 是呀 跟我们一起走吧 不用了 我从小在这长大 除了这种还怕不习惯 你没有事怎么知道呢 好吧 我也不勉强你 啊 快上船吧 慢点 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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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匠三 站住 平时找不到你 这次看你往哪跑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逼我 今天就觉得要你而没人呢 好 哎呦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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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小姐 红小姐 是你啊 阿三 红小姐 我想跟你们一起上路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可是我不知道 你到镇上有什么打算啊 我也不知道 我举目无亲 到镇上之后再做打算吧 有了 我爹那是开武馆的 我可以叫他 请你到武馆做杂活 那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会不会太打算啊 怎么会呢 我爹是个大好人的 那就太谢谢你了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我相信你一定会的 那我们走吧 好 让我来拿吧 不用我自己来 我来吧我来吧 多谢了 来吧 红权是郑宗 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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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宗 我正宗 阿爹 我回来了 你们两个继续累 好 来来来 阿脸哪 想死阿爹了 阿脸 我找了什么工作 一去两三天不见人哪 你看弄成这么脏 做记者就是这样的了 过一段时间你就习惯了 对了 等我介绍一下 过来啊 这是我的朋友铁桥三 这是我爹地 红师傅 很帅啊 爹 阿三呢 是从乡下出来的 他想找工作 阿爹 不如你请他做 不如你请他做啊 阿爹 什么时候要请人呢 阿爹 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来 阿脸哪 你知道的开物馆有多大呀 有阿成阿平两个就够了 干什么还要请别人呢 真是的 哎呀 阿爹啊 阿三很惨的 乡下没有东西吃 而且他还帮过我呀 你就帮我还他一个人情 好不好啊 哎呀 爹啊 不行不行不行 爹爹 帮帮帮忙 爹爹 好好好 好好好 爹爹 真哪 你没办法 行了 就这么定了 谢谢 哎 过来 来 谢谢 阿三师傅 是 你以后呢 就帮我在这做砸工 帮他打扫一下卫生 收拾收拾 拔抬抬抬的 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 没问题没问题 这些粗活啊 我全都会干 啊 工钱方面呢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开物馆呢 就在教育英才 不过是像真实的 收入点费用什么的 我只抱你三顿饭 剩下的可就不多了 不要紧 胡师傅 只要有三顿饭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敢进不进 这么说 你不要钱了是不是 好小伙子 不送了 爹 你看你 你干什么嘛 他说不收钱了嘛 一定是大有钱从啊 不送不送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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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唱平 来来来 加油 进去 休息休息 好 来吧 你又占人家便宜了爹 你没听清楚吧 是他不要钱 人知已尽 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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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到那家报馆上班了 他怎么这么任性呢 是啊 少爷 我想红小姐呢 只是贪心情而已 过一阵子 她觉得不好玩了 自然就会不该了 那么十三号那边怎么样呢 我今天上去了 他们说呢 史密夫今天没空 说没时间见你 真是太离谱了 约了他这么多天都说没有空 这分明是想跟我作对啊 少爷 如果一天见不了史密夫 马头那事就没法解决 我们以后还要长途跋涉去运货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还有啊 我听说史密夫现在 从那个雷暴来往得很密切 看来这是并不简单的 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我总有办法憋他现身的 史密夫先生 史密夫先生 你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挺有此理嘛 怎么会这样 那就要问你自己了 哈哈哈哈 苏菜 原来是你搞的鬼啊 苏菜 你要耍什么花样 这不过是礼尚晚来而已吧 史密夫先生 你不给我用货船运货 我就可以不给你工人搬货 苏菜 你如果你要那些工人帮你干活的话 除非你答应我继续履行合同 让我继续工作 岂有此理 你要威胁我 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 钱一样是给你的 大家互惠互利而已 怎么 史密夫先生 史密夫先生 不如各退一步 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人威胁 别担心 我们的兄弟已经过来了 史密夫先生 找不到工人 不用紧 我可以叫我斧头帮的兄弟们 来帮助运货 千万不要对这种卑鄙小人屈服啊 看他把我们怎么样啊 真的吧 那就快点吧 周菜 你的心机白费了 放聪明的 快点放我们进去 今天哪个都不能进入码头 怎么样 雷帮主 你的兄弟一个都没有来 路上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苏菜 你好卑鄙啊 这个嘛 我苏菜这是拍马都赶不上你啊 苏菜 你太过分了 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上 苏菜 你再快也敌不过我的火枪 你别乱来 别动 等我打死你 让开 少爷 不行了 这有点危险 苏菜 你就认输吧 也许我会放过你 我苏菜从来就不会认输 我倒要看一下你的火枪有多么快 阿宗 让开 少爷 我让你让开 苏菜 你一动我就开枪 让开 让开 不要过来 再过来我就打死他 你想怎么样 火枪虽然快 但只是一招嘛 怎能比得上我的中国功夫可以连续出击呢 过来啊 是不是 小心小心走火啊 苏菜 对呀 火枪就是有个好处会走火 不像我们的中国功夫又快又准呢 苏菜呢 你先放了史密夫先生吗 有什么事慢慢再谈 我没时间慢慢谈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恢复原先的安排 史密夫 怎么样了 嗯 史密夫 你真的相信 你的枪不会走火 是吗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莫主席 你要做证人 知道吗 火枪 这算什么 做人要讲信用 不然把你牙齿打掉 刚才我都看见了 少爷刚才两下拳脚啊 将那个洋鬼子打趴下了 连他火药枪都搅了 是 我的对手啊 我就出了一招就把他打倒了 这些洋鬼子啊 一定要教训他一下 不要以为我中国人好欺负啊 但是得罪了洋人 我怕从此多事啊 是啊 少爷 史密夫同雷抱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报复我们 哎呀 什么都怕怎么做大事啊 如果不是我怕他开枪射中你的话 我早出一招打倒那个洋鬼子 对不起 少爷 都是我聪明啊 知道少爷一定没事的 所以不乱动 嗯 是不是 是你不敢动吧 好了 吃饭吧 老爷 少爷 刚才出了报纸 报道今天码头的事情啊 哎 拿来我看 哇 这么多字 眼睛都花了 阿玲啊 你多给我听 哦 标题是三角码头 花羊起纷争 苏灿以一滴众平息不 嗯 讲得好 里面有没有讲我一下子打倒那个洋鬼子 嗯 这里没有提过 啊 不会吧 这个记者是哪个呀 居然连我的真功夫都不如实报道出来 嗯 如果我查出是哪个 一定不放过他 那个记者说 事件使得洋人明白 中国人是不可以欺负的 你这是给华人和洋人一个提示 不过这次纠纷表面上只是暂时平息 如果双方不坐下来真正解决这件事 迟早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如果影响码头运作 当时是密夫跟大哥你 就是罪魁祸首 岂有此理 竟然连我都责备 这个记者简直就是颠倒是非 我一定查出来这个记者是谁 岂有此理 大哥 其实这个记者讲的挺有道理的 你 阿灿 阿灵说的对呀 得罪了洋人确实麻烦 我们在明他们在暗 还是跟他们讲清楚比较好 嗯 阿灿啊 你阿嬷说的有道理呀 哼 我不会再跟他谈 少爷 莫主席叫人送了封信给你 叫你明天去十三行同使命府见面呢 哦 十三行 苏少爷 今天我约你来 是好好想解决你们的纷争 莫主席 这件事昨天我们不是解决了吗 苏少爷 昨天的事是没有解决的呀 如果不是这关报纸 不会说我们挑起华阳纷争 制造危机 我也不会请二位来这里 这个记者乱醒一通 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嘛 我们本来嫌安无事 不知道是哪一个先挑起事端 激起华人和洋人的怒怨 苏少爷 昨天要不是我的枪被卡住了 你早就死定了 只怕你的火箭还没来几射出子弹 我已经送你上西天了 哎呀 苏少爷 我今天就是要解决这件事情啊 因为这份报纸的报道 对你跟史密福先生都不利 将来有什么事情 大家都要归咎于你的呀 莫主席 是哪一个先搞起事端 大家心知肚明吗 哎呀 以前的事不再提了 为了向宫中有个交代 你们两个握手照张相 等我交给报馆 证明你们真正的和解了 握手 我不会跟洋鬼都握手的 No way 你们就当给我这个面子 不要背起华阳纠纷的这个罪名 来来来来 史密福先生 苏少爷 握下手 握手 好的 我们苏少爷想知道 哪个是写这篇文章的记者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啊 你好大的胆子啊 那就是你了 你知不知道 你乱信我们少爷 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 是我 是我写的 怎么样 是你写的 苏少爷 洪小姐这篇文章 有点点偏激 但是我说的全都是事实啊 洪小姐 我们出去谈一下 不 我还要上班吗 哎呀 那就去吧 去吧 去吧 我 走 你下次小心点啊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还要去上班呢 好 天天 我只是对你的报道 有这么一点点不满 我也是受害人吗 你却把我写成罪魁祸首 我写的不对吗 你提起华阳的纠纷 加来引起大规模的对抗 你不是祸首是什么呀 哎 你当时又不在场嘛 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 我去的时候你们已经走了 我只有问问其他的工人 再加上我自己的意见 就写成了这篇报道 哦 原来你们记者就是这么工作的 收到什么乱七八糟的消息就乱写 还挺得意 是不是啊 你根本就是对我这份工作有偏见 我就是要大众知道每一件事的真相 对啊 但是你这篇文章 就隐瞒了我赤手空拳打败那羊鬼子 是不是 我是报道事实 不是宣扬你的威风事 但是我的威风也是事实啊 不过 你这篇文章也有个用处 就是逼得史密夫同我和解了 今天莫主先安排 我跟史密夫照一幅握手言和的照片 那你们是不是真心和解啊 哼 我们是人 他们是鬼 根本就不可能真心相处 羊人和中国人都是人 你不要这么多偏见行不行啊 好 算了 那 为了让你报道得更详尽 我帮你拍一张照片 登在新闻上 这才像样嘛 就这么定了 哎 哎 哎 七连 准备好了 你换衣服干嘛 哦 马头那天就是穿这套衣服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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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衣服的 他们干嘛 哦 搬史密夫咯 我要重演那天怎么打倒史密夫的 哎呀 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 要如实报道嘛 啊 哎 准备好 来 来 躺下躺下 躺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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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神很没碰的 哦 哎 哎 你的拳头还要高一点啊 快一点行不行 哎 好了 行了 哎 好了 哎 哎 等一等等一等 干嘛呀 我的手要高一点 好 行了 是啊 哎 要高点 好了好了 就这样 你行喽 啊 哎呀 好了 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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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干嘛 拍照啊 啊 你刚才没拍吗 这是第一张 也是最后一张了 啊 看见了吗 报纸上说苏灿杨威 打倒洋人 你们知道苏灿是谁吗 知道就快点讲 苏灿呢 是我红银徒弟 都是我 叫他一叫红家擒拉手 再来一盒 再来一个胡尾角 当时啊 非常紧急 他抢过那支枪 一脚上去 吧 杨鬼子 硬生 倒闭 厉害吧 今天呢 就重点 交这两刀 好好学啊 那 现在 好 被我逃 好好示范给这徒弟们看 黄师傅 来 看看 看看这个大师兄啊 好 起腿 起腿 好 左翼脚 再来 好 再来 好 你干什么偷偷的带点心 没有啊 黄师傅 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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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你好像不承认的 你根本一直想在偷偷学诗嘛 我说上乘功夫 你根本没资格看 知道不知道 你会受伤的还不扫地去 是 师傅 漂亮 你看到了 红拳 是各家各派想偷脸的神功啊 师傅 刚才那个只是扫地的小功 不是什么门派的武林高手啊 讲得好 所以证明呢 红拳是正宗 上至武林高手 下至扫地小功 都是广受推崇的拳法 你们现在有机会练到 那是祖先幸福啊 现在要好好地继续练 明白了吗 还有 继续教学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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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师兄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没事撞了 二师兄 你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没事 本来叫你去集市 跟我一起买东西 没事了现在 没事了 再见 再见 过来 过来 别认识 走嘞 别认识 别认识 不认识 你以前真的是耕田吗 是啊 我每天啊 以前都爬山 爬山 耕田 耕田 从早耕到晚 从早耕到晚 所以啊 我的脚骨力特别不错 好厉害啊 我们去那边看看 好 咱们这么白呀 干什么 啊 别门人 有没有夹这个人 他是不是刚才那边那个人的 嗯 老板那个镜子多少钱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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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更天爬山的 你也更天爬山的 一起來 加油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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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加油 啊 在這呢來啊一二三 你不想活了 沒有啊大小姐沒有啊 誤會 你們倆冲 你們倆還不認啊 真的沒有啊大小姐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那有個窟窿 如果知道我們 那怎麼樣 就把那個洞給封上了 是啊 大師兄說的對啊 如果我們想看的話 都不用等到今天了 你第一天回來那天晚上 我們已經偷看了 是啊 那天晚上都找不到那個窟窿 爹 幫我教訓他們倆 笨笨 你們倆個混蛋 阿琳 你先回避一下 哈爹我要清零門戶 我回避 我回避 師父我真的沒有啊 如果有我天大雷劈 師父 是啊師父 事實就是阿三 他的事蹟突然間失蹤了 我從大師兄到後面 看他有沒有藏起來 結果呢 就被小姐他誤會了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真的 嚇到 師父真的 阿三 師父啊 你不知道啊 他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 整天看他心事重重的 他還偷看我們練功 是啊 是啊 阿三確實可疑 你們倆夫妻 監視他就有什麼話 馬上 通知我 好 我先和花園 好 監視是阿三 不是 是把重量房子庫搞大 為什麼 等小姐可以看到 是哪個偷看他呀 這也算理由 啊 你給我先走 哎哎去哪兒了你們我問誰啊 哎呦 那你在哪兒啊 哎 看看那邊 看看這邊 哎 到底去哪兒了 怎麼一下子就沒了 嗯 莫名其妙的上哪兒去了 咱到那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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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邪性 哎呀 哎呀 大師兄啊 有鬼啊 快跑 快跑啊 走走走走 哈嘍 史密夫 啊 齊麗 你好啊 史密夫先生 洪小姐來找你 史密夫先生 有沒有方愛你做事啊 不打扰 好高興你來看我 是這樣的 我剛剛領了薪水 為了感謝你介紹這份工作給我 我呢 下請你吃晚飯 好啊 看來你做得很開心 嗯 我現在對這份工作 越來越感興趣了 嗯 我可以揭發到社會上 很多很多悲慘的事情 讓多一點人來關心 最起碼呢 能讓你和蘇燦和平共處啊 嗯 是啊 你的男朋友蘇燦很有風度 我好欣賞啊 那我們怎麼見面 啊 啊 後天晚上保末園見 好 後天晚上七點保末園見 好啊 七點鐘 拜拜 拜拜 史密夫先生 她是蘇燦的未婚妻 你為什麼對她這麼好啊 就因為她是蘇燦的女人 我才對她那麼好 不然的話 我怎麼才能報仇呢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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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是 哎 嗯 為了多謝上司你給我照相 明天晚上呢 我請你吃西餐 哦 你要請我吃飯 哎呀 你知道我不想吃西餐的 哦 是不是洋鬼子也會去啊 什麼洋鬼子啊 是史密夫 那就是她去了 是 我呢 很希望你們能坐下來談一談 或許可以解決很多糾紛呢 而且呢 對你們大宋界的生意都是有很好的幫助 那讓我考慮考慮 哎呀 你哎呀 考慮考慮 嗯 少爺 什麼事啊 哎 馬公子來了 太太讓你馬超去 哦 阿松 找了輛車送起鍊回去 好 知道了少爺 喂 你去不去啊 不去了改天吧 大小姐 請 馬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啊 是啊 哦 這麼多禮物啊 是啊 馬老爺專程來向我們提親的 哦 馬老爺 馬公子 是啊 三小姐啊 自從我的兒子見到你的妹妹之後啊 他就神魂顛倒啊 今天網上是專門過來向你提親的 是啊 太兄 我們家開米倉 你們家開酒廠 如果我們可以介乘姻親 簡直是天作之合啊 哦 那就再好不過了 請馬不用擔心 沒有好米釀酒啊 我媽也不擔心媽有好酒喝啊 本來呢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我家阿山還沒有結婚 她妹妹是不可以趴頭的 哎 阿山啊 你不如早點跟起鍊結婚 不然你要耽誤你妹妹的啊 哎 哎 舅父 我同起鍊是拆都拆不開的 為什麼那麼急呢 難得馬公子這麼喜歡阿玲 千萬不要錯過了這段美好姻緣啊 啊 我不介意阿玲爬頭啊 好 快人快矣 就這樣決定了 哈哈哈哈 多謝蘇老太 多謝曹老爺 多謝菜兄 哎 先不要謝得那麼快 我都要問一下阿玲 才行 哦 對對對 對對對 是要商量商量啊 這是大事情啊 不要著急 哥 我不嫁 為什麼 我 我要一輩子在娘親和大哥你身邊 侍奉你們 哼 你真傻 大哥跟娘親為什麼要服侍啊 我 我不可以爬大哥頭啊 哎 你又錯了 大哥不介意 娘親同舅父我都說 一切都有我決定的 阿玲啊 我見過馬公子人不錯的 我都想你嫁個好人家的 大哥 我都不了解那個什麼馬公子 哎呀 你放心吧 馬公子一表人才 同大哥一樣 是大戶人家 你跟他成親了 簡直是天作之和門當戶對 就這樣吧 哎哎 大哥 我對那個馬公子 一點都不了解 你去放心我嫁給他嗎 跟他一生一世啊 哎 好了好了 大哥就負責幫你去了解他一下 看他是不是一個好丈夫 包在我身上 就這樣吧 大哥 話說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馬公子 今天我要看你是不是文武雙拳 有沒有資格娶我的妹妹 好 判兄 我們怎麼比試 好 那我們今天就文武一起鬥 寫自己的名字在紙上 好 好 馬公子我們打成平手了 哪裡啊 這是菜兄你讓我 我剛才筆都掉了 馬公子你太情緒了 少爺 但是你的筆畫多過馬公子 而且你看馬公子的衣服都髒了 但是少爺你就絲毫無損 所以呢 論武 燦兄 你贏了 不過 你看 論書法 馬公子寫的比我雄魂有力 論文才 馬公子第一 我第二 多謝燦兄承讓 馬公子 我正式確認 你有資格娶我的妹妹 我來正式介紹 這位是馬公子 這位是馬老爺 這是我的妹妹蘇琳 阿琳 叫人呢 馬老爺 馬公子 羅姑娘真是斯文萌柔 阿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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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公子 平時我妹妹不上街的 所以你要帶她出去玩 她會很開心的 這樣 我跟你爹還有生意要談 你現在就帶她出去吧 好吧 哎呀 好啊 走 我們去玩 走吧 不想去 大哥 出去逛街 別妨礙我們做生意 走吧 走 走吧 哈哈哈哈 他們真是很般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長兄啊 我們以後都是一家人了 你孟大書記載我的米鋪拿米 都可以半價優位 哎 這怎麼可以呢 不行的 情棋之將 不用那麼客氣吧 哈哈哈哈 好 就這麼決定 都謝了 來 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好 蘇姑娘 你看 這麼大的地方 是我馬公子 特意為你包下來的 蘇姑娘 我們都快成親了 你一定想多了解我一點 我家佔地很大 家裡有很多的工人 比這兒啊 大多了 我從小有三個奶媽養大 以後你在我們馬家可要享福了 哎呀 喂 你怎麼搞的啊 你嚇到我朋友了 啊 馬公子 我沒事的 哎 你有沒有搞錯呀 怎麼做事的啊 你信不信我被人買去把你炒了啊 馬公子 對不起 哎 馬公子我都是沒事 你不用再罵他了 哎呀下人就是下人 不罵怎麼行的 馬公子 我今天這是多謝你 我現在已經很了解你的為人了 我現在已經很了解你的為人了 哎 哎 四姑娘 你還在笑我 對不起 對不起 他是有三個奶媽養大的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怎麼知道嗎 反正我不喜歡他嗎 阿姨 對不起啊 可是,你坦白地跟你大哥说呀 不行啊,他们让我一定嫁给他,连婚期都定了 这结婚又不是生意,怎么可以当儿戏呢 而且你又不喜欢他 我知道,但是大哥他们喜欢吗 我帮你去跟他们说 别了,这始终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想你们有冲突 最后,还得要我自己去讲 那也好,不过你要记住啊 现在是新时代的社会 我们讲的是自由恋爱啊 不要给旧时代束缚住了呀 知道了 小姐,怎么办呢 小姐 什么事啊 马公子来了,说我和你逛街去啊 你跟他说,我已经出去了 我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不愿走啊 怎么办啊,小姐 他守在外面,你现在想出去都不行啊 小姐 不如等我出去跟他说一声 你根本不喜欢他 不行啊,给大哥知道,一定会骂你的 哎,阿松啊 借个肩宝来 啊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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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走 快点跟我回去,马公子在家等你呢 阿灿 你不可以这样逼阿灵的 我没有逼他 只是他这么对待人家 实在太没有礼貌了,跟我回去回去 哎呀 哥 放手啊 我真的不喜欢那个马公子 阿灵啊 人家马公子有什么不好的 你要相信我的眼光 我已经试过他了 他绝对有资格跟你在一起 爱情是要讲资格的吗 你懂什么 跟我回去 快点 大哥 走啊 阿灿 阿灿 你先放手啊 等我帮你劝他好不好 你先出去啊 那 我在外面等你 不许带走了 好了好了,你快出去吧 啊 我劝他啊 阿灵啊 齐连 怎么办呢 我真的是不想去 可是你跟他们去 你争不过他的 那你让我怎么办 本人自有妙计 大米,卖大米 新鲜的大米 书鬼啊 你看 这条街所有卖的米 卖包子,卖包子 都是我们米行供应的 这里里外外三百亩 都是我马公子的 怎么样 好多鸡蛋呢 你没事吧 我快养掉 你,你到底怎么了 救我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我快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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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到底怎么了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花了这么多心机 帮你挑了个好人家 你竟然扮娘调,下走马公子 大哥 那个马公子真的不是好人哪 他知道我病了 马上就转身走了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装身大事 偷付给这种人呢 无论怎么样 大哥已经决定了 你必须嫁给马公子 大哥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的人格 他有钱又怎么样 我决定了 不会嫁给他的 我决定了 这桩婚事 我已经同人家产好了 轮不到你后悔 大哥 这婚事 关系到我的终身幸福 你应该为我着想一下了 我是个人 不是货物 你不要把我像谈生一样 卖给他吗 岂有此理 你越来越不像样了 连我的话你都不听 总之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嫁给他 我不嫁 你够胆再说一次不嫁 我不嫁 我不嫁 不嫁 小姐 小姐 阿玲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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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小姐等一下 阿松 小姐呢 在上面呢 快让他下来啊 小姐 小姐 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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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丁 阿松 阿绗 阿队 阿貧 阿貺 阿杜 阿建 阿財 阿烁 别着急啊 总哥 你不要有事 快醒了 阿宗醒了 阿宗醒了 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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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宗醒了 你没事吧阿宗 总哥 总哥怎么样了 没事 不够 好像整个人散了架似的 对不起 阿宗啊 你差点害得阿宗没有命啊 什么 又关我事啊 错的是阿玲 马老板已经通知我 取消婚约了 罪魁祸首 就是你和阿玲啊 跟马老板成为亲家 对双方都有好处